喜到公辞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120集 之前在仰视之地 那个姓姜的一件逼退赤鸣 他以为赤鸣只是受了小伤 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 只是回来的路上 赤鸣在黑袍当中狂躁不安 刚才又试图攻击他师父 他才怀疑有些不对了 但是也没有想过会伤到本源 要知道赤鸣本就是他一身修为所化 更是他以后的成道之机 若是伤了本源 岂不是断了道徒 你看 老人将手掌摊开 指了指掌心当中的红玉 赤鸣体内有一道剑气游走 正是这一道剑气坏了赤鸣的本源 不过倒是与我想的不同 这一丝剑气最多不过养缘境界 距离命魂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你回去花点时间 应该能慢慢将这一丝剑气驱逐出去 以后慢慢温养 这一点损伤没什么大碍 多谢师父 不过 不过这剑呢 有些古怪呀 若是处理不好 我赤鸣一脉 怕是有大祸了 啊 安师兄顿时一惊 两人师徒二十年 安师兄又怎么会不知道 眼前这位老人的性子呢 那是真正的处变不惊 二十年前 自己刚刚败入老人门下的时候 老人苦修数百年的赤鸣 趁机挣脱 也不过说了一句 让他出去逍遥几天 然后 果然是几天 几天之后 老人便将挣脱的赤鸣捉了回来 如今 老人竟然说出了 是名一脉 有大祸这种话 而且只是因为一个养缘境界的修士 和一把区区十八进的剑 十八条进制的剑 你想想 一个养缘境界的修士 拿着一把十八条进制的剑 便伤了你赤鸣的本源 若是换成一个金丹境界的修士 拿着一把三十六条进制圆满的剑 那岂不是一夜之间 便能将我赤鸣一脉 屠露一空 去 把那个修士和那把剑 找出来 是 师父 此时北城的住剑房内 江里已经回来了 师父 师父 林师叔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办好了 还以为佑鸣宗的人多厉害呢 命魂二姐也不过如此吗 江里回来的时候 林飞和范氏 刚刚完成熔炉的改造 毕竟 从地脉阴火变成三阴鬼火 原来的熔炉 已经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直接换掉又来不及 只能先改造改造 两人忙了一个晚上 才将原有的法阵改造了一番 勉强达到了 可以承受三阴鬼火的标准 林飞刚刚才上楼去休息 只有范氏一个人 守在熔炉旁边 一一测试那些改造过的法阵 不过 江里整个人都在亢奋状态 根本没发现 自家师父是不是在工作了 一进门就在那 眉飞色舞地吹了起来 嘿 你是没看到 幽冥宗那小子 还放了个红色的鬼物出来 结果 被我一箭下去 就把那个鬼东西 斩掉了半条命 要不是 幽冥宗那小子见识不妙 连忙把那鬼东西收了回去 我今天就要教教他 怎么做人了 江里觉得 这牛骑马能够吹十年 但是很奇怪 范氏听了之后 却是一脸忧色 看了徒弟一眼 似乎想说点什么 最后却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师父 你身体不舒服吗 江里顿是一脸关切 是不是吃错东西 要拉肚子了 哎呀 哎呀 师父 哎哎哎 你又打我干什么 哎呀 大祸临头了 你知不知道啊 早知道林师兄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我就不让你去了 哎呀 现在晚了 大祸临头了 啊 师父 你说人话 我听得懂 哎哎哎 师父 哎 别打别打 我错了 还不行 哎哎 别打 哎哎 再打出人命了 对着自家徒弟一阵拳打脚踢之后 拜师这才在熔炉旁边坐了下来 一脸恨铁不成钢地望着自家徒弟 哎 妈的 你以后若是死了 一定是蠢死的 嘿 你自己好好想想 那个幽冥宗弟子放出的红色鬼物 是不是无形无际 神出鬼没的 好像是有点 好像个屁 那叫赤铭 幽冥七脉当中 赤铭一脉的 赤铭 啊 啊什么啊 你就不会动动脑子想想 你一个命魂都没入的杂鱼 拿着一件十八条禁制的阴符法器 一件就把人家修炼二三十年的赤铭 斩了个半死 赤铭老祖会怎么想啊 有明宗又会怎么想 你该不会觉得 他们会把你当贵客请上门去 好吃好喝伺候一番 再客客气气地向你请教 这件到底有什么奥妙 能一件破掉赤铭吧 这 这一下江黎彻底从亢奋当中清醒过来了 望着自家师父的眼神 顿时变得有些可怜巴巴的 师父 那可怎么办啊 你问我 你拿件斩人的时候 怎么不问我怎么办 刚才回来吹牛掰的时候 怎么不问我怎么办 现在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啊 师父 救命啊 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师父 滚滚滚 两师徒正在那说着话 林飞却从楼上下来了 看到江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着饭室大腿 还抽空把鼻涕往饭室衣服上抹 顿时愣了一下 两位 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林师叔 江黎一看林飞下来 连忙放开饭室的大腿 冲着林飞就过来了 你让我拿件出去斩人的 你可要救我 呀挺 你就在那说 别过来 林飞连忙阻住江黎 生怕顾忌重施 又把鼻涕抹到自己衣服上面 说完 救什么命啊 林师叔 这次 真的被你吭惨了 江黎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把自家师父刚才说的话 重复了一遍 林飞听完不由笑了 你就担心这个呀 大祸临头啊 林师叔 这还不够我担心呢 这个其实不难解决 林飞招了招手 把江黎叫了过来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等一下呢 天亮了 你就出去放消息 务必要让千山宗和黎山剑派的人知道 我们住剑房机缘巧合之下 住出了一把专门克制赤鸣的剑 啊 林师叔 你饶了我好不好 就现在都已经大祸临头了 我跑都来不及 你还让我出去放消息 到时候千山宗 黎山剑派 幽冥宗 五海三大势力一起来轮我 我要不要活了 那我可没别的办法了 江黎当然不干了 又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可惜林飞根本不理他 最后没办法 在那咬牙切齿地想了半天 才终于是豁出去 问了一句 真去 嗯 真去 好 那我去了 江黎临走之前 还专门看了一眼 躲在一边当鸵鸟的饭事 我要是被幽冥宗的人抓住了 一定先把师父师叔给够出来 妈的 你可真是我的好徒弟啊 范氏兴兴地骂了一句 一方千方百计地追查 一方半遮半眼地放出消息 简直是干柴烈火 一拍即合 当天晚上 安师兄就又走进了 市民风风顶的小院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